哈喽大家好 前段时间我刷到这两个视频 是两个老师在课堂上播放给孩子看的 就是美其名愿让孩子体谅感恩父母 了解生活的不容易 这两个课堂上的孩子看后呢 都嗷嗷叫的哭成一片 作为曾经就是面对父母抱着 这个深深的欠在心理和 常年活在这个愧疚感中的女儿 我是非常反感中打着这个 这个所谓的正能量旗号 对孩子进行这个痛苦教育 向孩子灌输愧疚感来实施控制的行为 如果说性羞耻感是男人专门打造 用来控制女人的 那么愧疚感就是父母专门打造 用来控制孩子的 而这个愧疚感的培养的对象 是不分男人和女人的 就是不分儿子和女儿的 当然女儿又为深重 愧疚感和性羞耻感一样 是我们身上的就是那个另外一根 在我们脖子上套了千百年的绳索 而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用来向下剥削压榨的手段 男人控制女人 父母控制孩子 农耕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是耕种 那么在一个漫长的靠天靠地 靠体力吃饭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 生产率是非常低下的 中国人吃饱饭也就是40年左右的事情 我小时候还有对饥饿的记忆 只是没有想到这股记忆 在今天的上海就被唤醒了 那么在经济不发达的这个背景下 就社会人的这个社会保障 主要还是要靠家庭这个社会最小单位来承担 哪怕到现在除了少数大城市 就大部分人 尤其中小城市基层人民的这个社会保障需求 还是要落到家庭这个社会最小单位 以血缘为基石的这个个体头上 需要群员之间互相分担和消化 父母给孩子买厂买房娶媳妇 父母再给看孩子 孩子出钱处理照顾这个病榻上的父母 再到养老顺终 也就是说家庭是一主要满足功能性需求 而组建的小团体 而不是情感需求 它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降低自身生活的风险 女人找男人 男人找女人 都是要先考虑就是满足功能性需求 比如经济保障 能干家务 能生孩子 而孩子的功能性就更多了 传宗接代 精神寄托 当那个劳动利用 养儿养老用 这几个用处依旧是当今中国人的生育主要诉求 尤其是养儿防老 这也是为什么越贫穷落后 不发达的地区就越喜欢讲人情事故 就是因为贫瘠 需要人情事故来支撑相互索取 道德绑架这个机制 都想从对方身上得到点什么 只有模糊个体的边界 黏乎乎的捆绑在一起 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个目的 谁企图脱离这个环境 就会被认定是背叛者 你会发现有无数的双手嘴在牵制你 少数大城市的社会养老 已经形成这个体系 成熟的体系 就老人大多有这个退休金 有医保 不能动呢就去养老院 在排除了对孩子的这个功能性需求之后呢 他们的亲子关系更多的是情感需求 你儿儿过来看我一下就可以了 而非经济上需要子女身体例行啊 照顾 截而言之呢 对孩子没有ATM机的需求 没有保姆和看护人的需求 所以除非有一天就社会能把 就大部分社会人的一些基本功能需求满足了 让一个底层的人们相对有保障 到那一天就父母和子女 男人和女人 人与人之间呢 才可能有这个纯粹的情感 而生育呢 才能实现就是功能性生育 到体验性生育的转变 所以你很少看到 就是大城市里发生了一些 就是害人听闻的这个新闻 什么四个儿子的老母亲 没人照顾 动视在二儿子门外 五个儿子就八十多岁的 这个老母亲流落街头这些 这也是绝大部分 是发生的轮村啊 一是轮村的孩子 很难有实际能力去承担 自身难保 就超过自己的承受范围 人的本能呢 就会选择逃避 二他们就是一直被当 这个工具养大的 这个过程中呢 也缺乏这个人的情感 当然古人对于这些现象 也给出了自洽的解释 叫酒病床前无孝子 那在父母生孩子 普遍为了满足这个功能性需求 且自身经济条件 不允许对孩子有更多的投入 或者是有经济条件 也因为精神贫困 还是想着孩子将来 能为自己所用 能听自己的话 能对自己发挥 这个功能性保障 该怎么做呢 一呢就是培养孝文化 孝文化的核心就是顺从 先孝后顺 我们几乎每个父母 从我们出生起呢 就会把这个听话乖 这几个字就挂在嘴上 女孩子长大之后 父母就变成男朋友 教老女朋友要听话乖 这几个字的背后的逻辑呢 就是你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见解 你听我的就行了 我还会害你吗 二呢就是灌输这个愧疚感 从道德上给你施压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 不是你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过得这么苦 都是因为你等等 我们很多孩子 就是听着这个几句话长大的 包括女孩子走上社会 就是男人嘴里常见的那一句 你就是看不起我 你就是嫌弃我 都是同一个逻辑 就是给对方制造这个愧疚感 来实施控制奴役对方 在生活当中呢 就是很多父母的 唯一的价值感来源 就是子女对自己的需要 哪怕没有需要呢 也要创造需要 他们为了不失去这个被需要感 大家都选择了一个 苦大仇深的形象世人 一边大抱大懒 一边抱怨 活在以赤苦为荣的 这个道德优优感中 给不了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那就无限扩大 加重 只能给你的那些东西的意义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就生活中很多事 父母其实不需要那么苦 那么夸张 那么造孽的 有很多做法 就是让他们 让我们同时 就可以生活得更好一点 但是他们不会干的 一是贫穷带来的这个肌肉记忆 让他们觉得享受就是罪恶 第二个原因就是 受中国父母 世世代代祖传下来 所谓的这个父母的智慧驱动 就是通过一种 近世自残世的生活方式呢 让孩子持续不断的心生愧疚 你看男同胞整天 就把我妈不容易挂在嘴上 一个孩子只要一日 被愧疚感支配 那么他的父母 就一日拥有控制他 左右他的力量 我们当下不知道 多少孩子面对父母 就是抱着这个欠债 还债和报恩的这种心理 只要父母一日没有过上 他认为他们应该过上的生活 这些孩子就不会停止 就是说谴责自己 即使成年后 他们有幸 就是说创造了一些物财富 他们对物质上的享受呢 也是充满那个罪恶感的 对美好的事和人呢 会产生这个不配感 不相信自己配得上 不自信 你背负的这些负重 你的精神是不会得到舒展的 你阻碍的是你自身的成长 这样的孩子是不会快乐的 那么对于这种环境里 就长大 就内心充满愧疚感的孩子 成年后怎么破局呢 一呢就是了解你的父母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爱你 他们那些所谓的这个牺牲啊 付出啊 更多的是为了增加 你面对他们的时候 说不出不的这个筹码 很多这个牺牲奉献 都是当方面的一厢情愿 也都是有条件的 他们自己的父母 是在一个更加贫瘠的年代 所以他们自己都不曾被爱过 也没学会怎么去爱自己 爱孩子 他们很多人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 哪来的爱啊 他们没有得到过的东西呢 是没有办法给你的 80后呢 应该是第一代 从农根文化的这个育儿方式中 感觉到痛苦 觉醒后就尝试自我修复 散散温温再学习爱自己 再去爱孩子 想要身体力行的推行实践 就体验性生育的 第一代的这个中国人 就从这一代人呢 才普遍的开始意识到 孩子是个独立的个体 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人 去看见 去尊重 以前都普遍把孩子 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 自己的附属品的 不当个人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中 看到的种种的人伦悲剧啊 包括此时此刻 在上海发生了很多 就是说 害人听闻的事情 归根结底 都是自己没有蜕变成人 所以无法和这个人 共情下 所产生的平庸之恶 我们认识到父母没有爱 也并不是真正的爱自己 更多的是需要 不是为了去怨恨他们 而是去理解他们 有他们的这个时代 和自身认知的局限性 停止对他们渴望 降低对他们的期待 不再在情感上 被他们牵制和支配 这样你才可以 就是以一个全新的 理性的视角 看待处理 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 二呢 就是你的父母 不是你的责任 你自己才是 我们这个社会呢 目前呢 还无法建立 大面积的保障体系 所以对家庭内 这个成员的互助呢 是硬性恐绑的 养老是道德要求 和法律规定的 当然这件事 本身就是非常悲哀的 这点就可以打碎父母 就是伟大的 所有这个幻象 投资保险何来伟大呀 而且还是以方 完全没有同意权 被单方面 强制执行的合约 所以如果你父母 贫穷生活糟糕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一切呢 都不是你的责任 反而你才是他们 贫穷生活的 这个受害者 他们可能因为 认知局限 精神贫瘠 在养育你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就是说 灌输暗示你 就是说是为了你 是因为你 你自己都要知道呢 对于被他们 带到这个世上 这件事呢 你是没有选择的 生育本身 与孩子而言 是没有任何恩情可言的 不存在什么生恩啊 父母为了满足 自身的生育欲望 而桌下的选择决定 怎么就成了 对孩子的恩情呢 要说有恩情呢 那也是在养育的 过程中体现的 如果一对父母 在养育的过程中 有爱 尽到了父母 应尽的责任 那么孩子回报父母呢 是自然而然的情感 是不需要任何外力驱动的 孩子内心呢 也不会充满愧疚感 愧疚感的产生呢 只会基于一个孩子 就是被一对 就是低头入养育 却想要高回报 压榨的父母支配 孩子把父母的这个需求 内化为自身应尽的义务 在义务感的中压之下呢 意识因无法兑现 而产生的内疚之情 所以你如果心生愧疚 就是活在这个愧疚感中 那是生活在提示你 你是这一对 精神贫瘠养育育者的受害者 你要做的就是认清 确定这个边界 不被羁绊 那你这辈子 可能还有机会成长 你只有自己自身完成成长 你将来才有可能 出于人道主义 对父母生存元首 才有可能真正的 帮助到你想帮助的人 如果你在本应该甩开 他们大步向前 就是发展自身的这个年纪 无法摆脱这个亲情羁继绊 那结局大多是 就是跟父母 在同一个泥坑里面挣扎 互相索取 互相指责 互相抱怨 自惜共生 三呢 就学会尊重父母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被当作 这个独立个体 养育大的人是少数 很多父母是在这个 集体无意识当中 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了一个个 离不开自己的废物和巨婴 所以成年后 就是孩子很少能够主动完成 和父母的这个分离的 这个分离呢 需要的客观条件 首先是生活独立 经济独立 你生活和经济上 还需要依赖 依附父母 你就不可能和父母之间 产生这个清爽的精神 和生活边界 你在面对父母的时候 很难产生 就是你是你 他们是他们 你有你的生活 他们与他们的生活 这些边界的意识 而原生家庭的痛苦呢 绝大部分呢 都是来自于这种 黏乎乎的共生关系 就他们出生的年代 就成长的环境 注定你们是有 截然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 视为模式 就不要坏想去改变 去左右 更加不要去对抗 对抗的话呢 就会产生这个反作用力 让你更痛苦 你想想你连放下 改变他们的想法 都那么难 他们一把年纪 还有可能就是说 改变自己嘛 所以就无论他们是 愿意吃咸菜 还是一分钱 搬开两分钱花 还是自尝试的那种生活方式 还是对你灌输 一些上个世纪的观念 这些都是 就是已经形成 这个肌肉记忆的事情 就学会放下 尊重 理解 你抱着改变他们的想法 就只能说呢 你和你父母 本质上还是一类人 次呢 就是学会抚养自己 就我们的父母 尤其是这个 农村基层环境 这些父母 大多是以 就最低标准 把我们养大的 在下层平台 你会看到很多人 一看到这个老外 玩一些就极限运动的 就会看到那条 很典型的回复 外国人还是人太多了 包括看到其他孩子 在玩什么户外运动 都会有人回复 这个危险那个危险 就懦弱 胆小 自卑 毫无冒险精神 就是父母物质 精神贫困 极简养育下的 这个性格特征 他们小时候 无论做什么 父母都会就是 站出来自止 这个不能碰 那个不能碰 因为觉得危险 怕你遭遇什么意外 因为穷人生孩子 首先要保证 这个孩子最大的 这个存活率 减少一切 有可能发生的 这个意外和损耗 因为无论是死亡 还是出现意外 上医院 还是和别的孩子玩 把人家头打破什么的 任何节外生肢呢 都会加大养育的 经济和经历成本 所以包括当下的 很多穷父母养孩子的养法 依然是 就是把孩子裹成一个球 怕孩子冷 不停的给孩子吃 怕孩子饿 再给他塞一个手机 iPad就关在家里 那么在父母 普遍低配版养育模式当中呢 我们就是同胞 很多都有 就是对那个美好事物的不配感 一个人一直在 三的水准线上生活 父母还跟你说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二子没有 那么你走上社会之后 就别人给你个三 你就会感恩戴德 遇到五呢 你必然会成还成恐 会产生这个自我怀疑 现在很多女孩谈个恋爱 就遇到个就好一点的男孩呢 都觉得自己不配 整个社会呢 也在歌颂苦难 学校也在搞这个苦难教育 以吃苦为荣 这个不配感呢 就是这一系列文化 济润一下的这个心理障碍 但事实上 正常的父母标准 就应该是六以上 你只有感到不配呢 你才不会抱怨 不会提要求 才会安于苦壮 在被父母老板呀 任何处于你上游的人 压榨剥削的时候呢 才能就是说 习惯与自责沉默 习惯付出 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事实上 我们每个人都配得上 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们来到这个市场 就是为了创造美好 体验美好 享受美好的 吃苦不光荣的 歌颂吃苦更是耻辱 所以对于周围这种苦难教育 道德绑架呀 你不配的这个信号当中呢 学会识别 学会看透其中的本质 独立思考 善待自己 富养自己的心灵 不被一切情感祭绊 积极的行动 朝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去奋进 也希望新一代的这个父母们 能学会和孩子一起成长 从自己的父母 对自己的这个 无意识的教育当中觉醒 能够真正的去爱 支持 鼓励自己的孩子 把他当作一个人去尊重 去看见 去全方位培养他的独立人格 你们可以去搜一下 这个谷爱玲母亲教育 谷爱玲的一些理念 我们虽然不可能培养出 同一个孩子 但是教育理念是可以借鉴的 如果你是一个基层环境 你的这个穷父母 你还跟你父母教育你一样 你在缘分不动的去教育孩子 给孩子制造这个愧疚感 痛苦教育 道德绑架 从不更新自己的意识 那么将来有一天 你老的对你的孩子 没有价值的时候 是大概率的会体验到 就是把孩子当工具养 工具反噬 回来的工具思维下的麻木 和人血是省了职位的 你想利用孩子 孩子就会利用你 白眼狼的父母 只会是白眼狼 好 感谢大家的内心观看 如果今天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 也欢迎大家点赞 评论和转发 谢谢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